一审才值得 才是四川商学院毕业的 念大专 干嘛呢 今天才34岁 是原来杭州推销化妆品的一个假石 后来觉得这玩意儿挣钱少 跟同伙商量商量 咱开始干风水吧 怎么骗在网上做网页 做得很精致 又做假履历 又借推销化妆品 跟奶奶明星合影 然后把这个拿上来 来吹嘘自己 伪造一个从香港来 又说给李肇基儿媳妇相遍什么的 把这些都弄好了 开始行骗 前方也有风水的第一大子 五级东前是金带 就是红色图虎 我是特技的 所以前方也有风水 他行骗在哪呢 就刚才我们说这美容院 为啥他过去推销化妆品的 他对美容院很了解 他在向警方交代的时候 他就提了 说这美容院好骗 为啥呢 到美容院做美容的 你像抗体验什么 这类高档的 那都是有钱的 阔泰的 老板娘 他不在乎花这点钱 有钱 这是一个 在一个这些人呢 大多数30岁到50岁之间 挺空虚的 为啥 老公在外面打拼 他一天在家没事 有的做到美容 打着麻将 养养狗玩 但是他心里头 不踏实 为啥呢 人到中年了 最关注的就是老公和孩子 算命的 一是想给老公和孩子 求个平安 第二保佑家里头 才员广进 生意兴隆 要败了 还有一点呢 老公天天在外头 这年月 户外情也多 别再把自己老公弄没来 结果人老猪黄 再弄个鸡飞蛋挡 所以他们有不少算命的 摆风水什么的 就求在这方面平安 你只要满足了 他这个一些要求 让他心里头感觉到 能解心仪托底了 那你向他要钱没问题 能骗出来 你看看 其实就代表着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看风水这个行当的乱象 现在风水这个行太乱了 乱在哪 本来那风水啊 是中国古代 关于建筑学 心理学 气象学 环境学 等等的一个综合 他这里头鱼龙混搭 有真有假 有合理的科学省会 也有一些封建造破 大家记住一点 所有的风水算命 只要他用来挣钱 他这里头就一定有骗术 他这真的江湖叫奸的 假的江湖叫兴的 兴家奸赛神仙 有的人看书研究琢磨 有点真东西 但都是真的 你想骗那么些钱 也不容易 你得联蒙带虎的 吓唬他 使些乱七八糟的时候 让他对你这玩信 才能持续给你送钱 所以这叫兴家奸 只要是他挣你钱 一般来说 都包含这种骗术 有的说他不挣钱 没说想我要钱 你别着急 你找有的人看风水算命 一开始分文不取啊 说着说着 跟你说这哉那哉 你要想破 那你就得拿钱了 他跟话动里上道呢 我奉劝咱们电视机前 有的相信风水算命的朋友 只要他是想从你这儿要钱 我告诉你 没有不骗的 这行的 江湖骗子江湖骗子 这算命里的占一多半 这人 那么你看刚才我们看 这个徐红浩大使 不就是抓住了 沈女士这个阶层人的 心理状态吗 就知道你想什么 他经过分析 所以说像这些风水师 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像沈女士这样的阔太太 有钱 还信这个 当然我们说 风水师喜欢什么人呢 大清灭明的事实 为后人演绎出了 什么样的风水传说 转运时 实施怎么建筑风水学 为何有人对算命先生 独信不疑 独疑有知的风水学 到底靠不靠谱 他们说风水师喜欢什么人呢 首先你得多少信我这点 第二个你得有钱 那你说街上卖糖糊了 我来刷卡刷19万八 一年你给我化灾吧 他把这19万八刷 他五年白干了 他能给你钱吗 所以说 你记住风水师 酸病先生 都喜欢那种啊 既信还有钱的种 你看啊 咱说这经商 这个经商啊 我们都知道 伤海无情 有那么句话 伤人伤人 就让你受伤的人 他天天琢磨算起人 怎么挣钱 我们都知道 这商场如战场 有的时候非常难把握 再一个呢 他挣的钱越多 他自己脑海里当中的 商业帝国就越大 所以他不满足 一不满足 他发现呢自己占有的 钱越多呢 这窟窿气势就越大 他不想咱小老百姓 挣点就够了 他可不这么想的 你咱们说 你像什么马云呢 这类大商人 他那个构想的 比咱们老百姓大得多 所以他希望呢 能够自己 占据更多的资源 可是呢 他越干越发现 自己个人力量有限 有些事情无法预知 他就渴望有一种神秘力量 能够推着自己往前走 咱就说亚洲首富李嘉诚 他也信这玩意 你看他给了儿子起名 李泽锯李泽凯 锯字金字旁 凯字木字旁 泽字三点水 这都是按照风水先生 给出的主意 李泽锯他叫老大 金字旁水字旁金生水 李泽凯水字旁 这边木字旁水生木 这是五星相生相克之下 他都按这来 所以就是很多经商的人信这个 而且钱越多 他越信这个 中国有句老话 叫官问行 富问灾 平民百姓我也发财 就是呢 做官的人问呢 我啥时候有个坎 这个经商的人问呢 我什么时候有灾 只有小老百姓 你我算的 我啥时候发财 他越是掌握的钱多的 他对这个东西往往越信 因为他觉得 命运当中有种神秘力量 自己把握不了 就这人呢 能得要大起来了 他反而还客气 就那一瓶的布 把半瓶子挂了 觉得老了天下第一 你等真等那大的人 倒觉得自个儿没什么 因为他的眼界开阔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 宇宙无穷大 你要往远了看的话 你就觉得个人太渺小了 自己有这点钱算啥呀 所以他往往 对茫茫的宇宙 漫长的人生 灵灵当中的神秘力量 产生了一种迷茫 他希望有一种东西 能指点立军 指引他往前走 所以有钱的人好多 信风水信酸病 你看有的风水先生就讲 你可别不信这个 当初这个咱们都知道 明朝时候 关外一开始 诺尔哈市的后金 就灭不了明朝 谁也想打明朝 为啥灭不了呢 明太祖朱元璋 是不姓朱吗 朱是什么就红 红代表着什么火 你后金是金 火克金 你整不了他 后来呢 诺尔哈市之后呢 到皇太极改了 改叫大清 清这不三点水吗 女真族也不叫女真族 叫满洲 满不也三点水吗 水克火就把灭掉给灭了 你看这是很多 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 经常举的例子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历史神秘主义 历史宿命论 它是一种巧合 但被算命先生拿过来 用来解释政权的更替 是中国几千年下来 这种神秘主义和封建社会 人情关系带来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 自己努力的干 可是感觉自己 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就总觉得 这经常运气好 运气坏呀 点正啊 点倍啊 你看有的是这现象 院里头摆一个大石头 转运池 这会弄俩球 哎 和那时候哥俩湿湿的 或者听信哪个 风水先生的格局 办公室这边高 这边低 左青龙又白虎 什么猪鹊权舞的 按这不局 山东曾经出过那事吗 一个人为了保证自己 能升迁一把手 生硬得让这个路啊 不从这个正面走 直接从侧面 绕过一个湖 要修个桥 浪费了大量的国有资金 就是在信风水 想保自己升迁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 好好反思一下 而现在社会上 出现好多风水师 培训班 收钱收好几万 能好了这一点 你出途了 就能挣一百多万 随着风水学的日益升温 风水培训班 也变得炙手可热 有些培训学费 甚至高达两天五万元 最后一天